四,禅。我有很好的环境,可以研究禅的生活西线,因为禅是我的邻居。 一到夏天,禅就占据了我屋子前面的树。 屋里我是主人,屋外却是禅的天下。 禅在夏之前后,看时出现。 在阳光照着的地上,有好些圆孔。 圆孔的大小,大约可以伸进人的一个拇指。 禅的幼虫就是从这些圆孔里爬出来的。 禅的幼虫爬上地面以后,常常在圆孔附近寻找适当的地点。 一棵小树或是一根灌木枝,造到了就爬上去。 用前爬紧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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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住,抓住。 移动也不动。 或是一根灌木枝,棉子柑的大约。 有虫。 从堆皮是从背上开始的, 外面的增旧皮从背上掠开, 去出淡绿色的蝉来, 先出来的是头, 接着是吸管和前腿, 最后是后腿和前腿。 和遮疊这的翅膀, 只留下腹肌还在那旧皮里。 这时候陈表演一众奇怪的体操, 他躺起身子, 往后翻下来, 头向了倒挂着。 原来涌叠着的翅膀打开了, 竭力伸直。 接着用一种几乎看不清的动作。 动力把身体翻上去, 用前爪勾住, 然后就皮。 这种几乎看不清的动作。 这个动作。 变他的腹部从那月就皮来, 完全退出来了。 那类后, 那类后就皮就支撑个空外, 成了银腿。 初开始到完全退出来, 大约要半个钟头。 刚退皮的铲, 用前爪把自己挂着退下来的空上。 在微风里颤抖。 样子很柔弱。 颜色还是绿的, 直到转成纵色。 就跟平常的铲一样了。 加定尝试早晨就点钟爬上树枝的。 大概到十二点半才离开空壳飞去。 空壳挂在树枝上。 又得要挂一两个月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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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